基础在当下是不够的 你必须掌握诀窍 觉醒的第一步是引你进入灵载 第二步是领你去掌握诀窍 如果你总是身不由己的被拉回头脑 那过去和未来的世界里 你就根本无法自由 也无法觉醒 如果想要全然的觉醒 你必须要掌握诀窍 成为小我与头脑的主人 第二步的内容是 把意识觉知带到会把你拉出灵载的所有方式 是什么样的钩子把你带回到头脑的世界里 是什么障碍让你无法从根本上永久安住于当下 在这些问题得到解答前 你只能获得偶尔片刻的觉醒 不是吗 为了说得更清楚 我将第二步分成四个部分 因为有四个主要原因让你经常被拉出灵载 回到头脑的世界里 第一部分是小我的抗拒 第二部分是否认自己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第三部分是过去压抑的情绪 第四部分是与他人纠缠不清 先说小我的抗拒 完全觉醒的第一个障碍 在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 维持基本的临在之所以会那么困难 主要的原因跟小我本身有关 就像我先前所说的 小我有两个层面 当你迷失在头脑里脱离当下时 你就是以小我的身份在世界上运作 对另一个层面的小我来说 他扮演的角色是管理与控制你在时间世界里的生活 他是分裂现象的监督者 想要觉醒 你必须把以小我身份运作时 迷失在头脑世界里的所有方式 全都带到意识觉之中 同时也必须把小我将你拘留在分裂世界中的一切方法 全都带到意识觉之中 小我对人类生活的支配 以及对临在的抗拒 是造成人类迷失在危险的幻象世界的主因 如果你发现了真正觉醒的方式 透过当下时刻的大门 小我就会强烈的反抗 他害怕自己所不知道的 而他永远也无法理解当下时刻的存在 小我永远不能处在当下 他不愿意被抛弃在永恒的黑暗中 尤其是当你处于当下时刻而觉醒进入生命的实相时 小我的行程 当你出生在这个物质世界时 即使只是个小婴儿 你也是完全处在当下的 然而你周围的人 包括你的父母在内 大多数都在局限的头脑世界里生活和运作 他们大部分都是处于无意识的状态 不是完全觉醒的 因此你一次又一次的受到伤害 如果需求得到满足 应该可以帮助你放松和感到安全 但你的种种需要都无法被满足 你非常生气 试着去得到你想要的 但这也不被允许 这些对你而言太沉重了 于是小我就形成了 保护你不去感觉这些痛苦 从本质上来说 小我是你的守护者 监督你内在的经历体验 同时也控制你和外在世界的关系 小我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个角色 就是将你所有痛苦的 不愉快的 不安全的感觉 向所求不得 伤心和愤怒等感受压抑下来 小我的意图是把你被拒绝 被贬低 被孤立的经验 减低到最小 为了应付这个无意识的世界 在此无人是完全临在的 它发展出了很多策略 这个过程持续地进行 你就在内在不断地累积过去 而你也慢慢地被吸入头脑的世界 跟你父母在多年前的遭遇一样 小我在你生命刚开始的时候 只是你的守护者 不过 为了持续存在 他必须控制你生命的每一个层面 小我只能掌控他所知道的 而他所知道的一切 都来自过去的记忆 或未来的幻想 小我从来不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当下时刻 所以他拒绝向临在靠近 为了扮演好守护者的角色 小我必须把你拘留在分裂的世界里 如果你决定要活在当下 它是不允许你留在那儿的 在你长大成人后 小我也会变得强壮老练 而真实的你与小我之间的分别 就越来越模糊不清 一段时间以后 小我以为他就是你 而游戏规则也从保护你 变成保护他自己 和他在你生命中的角色 小我开始对权力和控制上瘾 不愿意放下控制权 出于小我变得那么爱控制人类的生命 他成为人类觉醒最主要的障碍 小我非常善于 把你囚禁在头脑那过去和未来的世界里 他有一袋子的诡计 怂恿你 欺骗你 诱惑你进入他分裂的世界 他用责怪 怨恨 罪疚 遗憾和懊悔的能量 使你现在过去无法自拔 如果你认同了以上这些能量 或是相信它们创造出来的故事 你就会发现自己被牢牢地锁在过去的创通中 而这就是小我想要的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持续地控制你的生命 不过 小我的世界也是一个幻象的未来 它有一个非常简单却很狡猾的伎俩 这伎俩成功地利用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未来 奴役了几乎所有的人类 你能猜出那是什么吗 那就是在未来让你达到满足的承诺 它在我们的内在创造了欲求和希望 让我们聚焦于未来 而忽略了当下时刻 小我也会用在未来开悟的承诺欺骗我们 如果你遵照某种身心灵的修行方式 研读身心灵书籍 或参访一些身心灵导师 你终究会觉醒 这些都是虚假的承诺 因为你唯一能觉醒的时间就是现在 好消息是 当下时刻持续不断地向你展现它自己 永远不放弃你 始终把活在当下的机会带给你 想要从头脑的专制和束缚中解脱 你需要十分警觉 注意小我在做什么 对小我不能有任何反抗 只要看着它所创造出来的一切 你是无法阻止它的 你所能做的就是去观察它 看穿它的轨迹 而这也是小我所想要的 它会不断地考验你 直到你掌握了诀窍 它无法再欺骗你或愚弄你为止 你必须稳固地扎根于临在中 才能观察到小我 否则也不过是小我在观察它自己 就像一只狗追着自己的尾巴那样 这样你是不会觉醒的 了解觉醒的临在和小我之间的差别 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临在有一个简单的检验法 如果你真正处在当下 你的头脑是寂静的 没有想法 这个检验没有商量余地 除此之外 一切都是小我 任何想法的升起 都是小我介入的迹象 这时如果你在观察自己 那其实是小我在观察 如果你在评论自己灵性的进展 那也是小我在评论 这依旧属于二元性 即包含观察者和被观察者 在临在中你是合一的 你已超越了二元性 你是寂静的 只有在寂静的临在中 你才能看到小我 也只有在寂静的临在中 你才能用爱 接纳与慈悲与小我来往 只有在寂静的临在中 你才能完全扬起批判 如果小我侦测到丝毫的批判 他就不会放过你 小我存在于想法的框架内 他的存在和运作是基于过去的 过去所经历的所有创痛 和未能满足的需求 让小我能够名正言顺地 扮演保护者与控制者的角色 如果你变得临在 过去的一切 包括所有创伤与未满足的需求 都会消失 那么 小我在你的生命中 会扮演什么角色呢 如果你觉醒了 小我存在的理由也就消失了 他的权位受到了威胁 所以他会抗拒临在 防止让自己变得无足轻重 此外 还有一个理由 让小我害怕当下时刻 当你变得更加临在 你会变得越来越善于表达自己 并开始触碰到 所有过去压抑的内在情绪 如此一来 小我多年来费尽心力 完成的工作 就会被全盘否定 小我的角色 自你童年早期就开始了 一直就是压抑你 所有的痛苦感受 并且执行他的各种生存策略 直到你死的那一刻为止 小我不会轻易放弃他的角色 让小我更加恐惧的是 如果你完全处于当下 想法就会停止 小我存在于想法的框架内 他的世界是思维头脑 过去和未来的世界 如果想法停止了 小我会觉得他好像要消失了 从你的观点来看 进入当下时刻 就是进入生命 从小我的观点来说 就是像死亡一般 他觉得自己好像不存在了 而这是真的 至少在你完全处于 当下的那些片刻 几分钟 几小时 或几天里 小我真的消失了 所以 小我会抗拒你向灵在推进 因为他不允许自己被病除在外 他不允许自己死去 只要小我相信你的觉醒 就是他的死亡 他就不会释放你 只要你对小我有丝毫的批判 或试着把他从你的生命中消除 他就会拒绝临在 很多身心灵的导师都暗示说 当你觉醒或开悟时 小我在某种程度上会被消灭 这种教导是毫无帮助的 要打败小我是不可能的 在人类的历史中 从来就没有人能战胜小我 佛陀不能 基督不能 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 小我的壮大依赖抗拒和批判 依赖拒绝和反对 只有爱与接纳的能量 可以把小我带到放松与臣服的境界 所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 无条件的爱和接受小我 接纳他所有的小伎俩 操控以及诱惑和干扰你的各种策略 你必须把小我对临在的抗拒 以及诱惑你进入头脑世界 所用的一切方法 全都带到意识觉之中 而且你必须带着爱 接纳和慈悲去这么做 只有处于临在时 你才可能做到 当你以小我运作 迷失在头脑的世界里时 你会不断寻找爱和接纳 但都是在向外追寻 向别人所求 其实你找错了方向 因为你无法从他人身上 找到你所追寻的爱与接纳 接收无条件的爱与接纳的唯一方法 就是转向内在 唯一能真正满足并治疗你的 是小我和觉醒的临在之间的内在关系 小我是活在时间中的 而觉醒的临在 只在你完全处于当下时才出现 在这内在的关系里 批判看法是完全不存在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觉醒状态的临在中 是没有批判的 作为一个觉醒的人 你有能力把爱 接纳和慈悲的能量 带给你的小我 当小我放弃抗拒时 你就会发现保持临在 变得容易多了 某一天 你会迎来生命中的转折点 这时 想法完全停止 你的头脑处于寂静的时间 延长了 你的小我欲试去尝试开悟 你就会欲多的受苦 因为小我企图完成 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几乎是每一个走在心灵修炼道路上的人 最常犯的错误 小我十分努力地去尝试觉醒 他每天打坐 从事各种身心灵修炼 进行各种仪式 点燃蜡烛 参加缠坐进修 研读各种灵性书籍 参访不同的心灵导师 小我如此努力地试图开悟 但他永远不会成功 小我无法处在当下 他永远不能觉醒于生命的实相中 小我的世界是头脑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基于过去和对未来的投射 依赖想法才能存在 小我对觉醒的努力 只会把你带入更远的未来 远离当下时刻 但是如果你的小我 可以看穿他自己的窘境 并放松下来 他就会释放你 让你离开头脑 进入灵载 小我必须停止尝试开悟 所有的努力都必须终止 所有的尝试也必须停止 这样你就能柔和放松地 进入当下时刻 你终于在此时此地了 你醒了 至少在那些 你完全处于当下的片刻 就是这么简单 完全觉醒的第二个障碍 是否认你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在时间和分裂世界漫长的旅途中 你变成了现在的你 否认这个你 是让你很难在日常生活 和人际关系中 保持临在的第二个原因 作为生活在地球上的一个 觉醒与灵在的生灵 你是寂静的 处于当下的 有爱的 接纳的 开放的 你是慈悲的 没有丝毫的恐惧或批判 你是自由的 远离过去的创痛与局限 你对未来毫不焦虑 你是和平 定静 安详的 你是清明和坚强的 你的力量来自内在 你反应敏捷 并且自动自发 你充满感激 且慷慨 你对这世界的极度丰盛 有持续的觉知 并活在这觉知中 你存在于合一当中 你感受到神 活生生的存在于 所有事物中 你轻盈的在地球上行走 你的生命是完美与优雅的典范 当你被困在头脑的世界 以小我在地球上运作时 你就无法达到我刚才形容的 觉醒于临在中的状态 那么你到底变成谁了 我们都变成谁了 我们变得匮乏 贪婪 恐惧 控制 操纵 嫉妒 愤恨 生气和责难重重 我们满怀期待 但每当期待落空时 我们心中就充满怨恨 我们充满了对自己与他人的批判 我们和记忆中的过去纠缠不清 而且迷失在幻象的未来中 我们渴望成功 害怕失败 我们无可救药地迷失在彼此之中 我们完全抛弃该负的责任 转而互相指责或自责 我们在二元性的世界里 完全失去了平衡 我们害怕死亡 我们害怕失去 我们害怕未知 我们紧抓着每个人 每件事不放 甚至依恋痛苦的经历 我们感到不被爱 不被接受 我们拒绝感受痛苦 所以把痛苦强加到别人的身上 以避免去感觉它 我们迷失在幻象的世界里 却坚称这个世界是真的 我们利用 我们滥用 我们剥削 灵虐 你所变成的那个人 其实是能够带领你走向真我大门的人 觉醒的关键就是去拥有 接受 承认在小我和头脑层面所形成的你 不可以避开 不可以隐藏 也不可以绕过去 更不可以去修理它 改变它 你所能做的就是看到镜子里面去 生命是一面镜子 不断把演变而来的你反映出来 你的人际关系就经常反映出演变之后的你 但你必须自愿地去看 如果你真的朝镜子里看去 你会看到什么呢 你是受害者 你是责怪者 你生气吗 觉得罪疚吗 是否充满了恐惧呢 你是否耗费此生大部分的时间去讨好他人 最终忘了自己是谁和到底要什么 你是否背负着过去那些未治愈的情绪伤痛 并把它们投射到当下时刻呢 你对自己他人和生命有着什么样的限制性信念呢 这些狭隘的信念 对你变成什么样的人有决定性的因素 在你的人际关系里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喜欢掌控吗 你爱操纵他人吗 你诚实吗 你是个体贴和乐于助人的人吗 你知道如何表达爱吗 你利用他人吗 你虐待他人吗 你充满批判看法吗 你充满期待和怨恨吗 你是个披着成人外衣的小孩吗 你是否把和母亲或父亲的关系投射到你太太或先生身上呢 在你为得偿所愿时 你会怎么样呢 你允许自己去感觉你的感受吗 你是否以负责的方式表达感受呢 你如何避开你的感受 当有感受在你内在升起时 你是愿意承担责任 还是迁怒他人 要别人负责呢 如果想从头脑的世界里解放出来 你就必须不带丝毫批判的去拥有 接受和承认演变之后你的每一个层面 这其实并不困难 只要你愿意暴露弱点 诚恳而真挚就行了 如果贪念升起 就识别他 拥有他 坦白他 向一个不会批判你的人告白 如果找不到不会批判你的人 就向宇宙告白 宇宙就存在于你内在寂静的核心当中 对演变之后的你的每个方面 你都可以这么做 注意自己是否在批判自己或他人 留意你用来控制自己或他人的各种手段 看看你是如何坚持自己是对的 观察你如何变成了受害者 不管哪个方面 你都要拥有他 表达他 坦白他 然后脱离他 回到临在中 你所变成的那个人并不是真正的你 除非你愿意拥有 接受 表达和坦白那个你 否则你无法觉醒 无法进入你原来的实相中 如果想要安住于临在 你就要通过这扇非常具有趣味性及挑战性的大门 完全觉醒的第三个障碍 压抑的情感情绪 如果过去压抑的情绪没有被释放 你就无法安住于当下 被压抑的感受经常会被触动 这时你会被拉出当下时刻 进入过去的经验中 然后你又将过去的经验投射到当下这一刻 此时你已不在生命的实相中 你已回溯既往 自己却无法有意识地觉察到 就算情绪没有被触动 它们也会渗透出来 扭曲你的生命经验 这些感受的压抑过程 从你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作为一个孩子 你需要父母与你密切地同处于当下 但这个需求未能得到满足 在一个细微的层面 你觉得自己被孤立隔绝了 你需要父母提供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但是这样的需求大部分都没有得到满足 由于需求未被满足 你一次又一次地感到伤心 你用怒气来回应这些受伤的感觉 而你很快发现 这些所求不得 伤害 生气的感受 不是多到无法承受 就是不被允许 因此在小我的协助下 你开始把这些感受压抑在内在 这些感受就逐渐地累积在身体内 成了压抑情绪的蓄水库 你的内在有一个压抑情绪的蓄水库 那儿汇集了寂寞 孤独 未满足的需求 伤害 悲伤 痛苦和压抑的怒气等 这些感受会经由你日常的生活向外泄露 它们扭曲了你的自我感 妨碍你的人际关系 有时它们会被戏剧性的触动 就如水坝决堤一般 你被感受的洪水淹没 而这些跟当下时刻是绝对没有任何关系的 有些人经常被过去的情绪淹没 使生活中充满了不必要的痛苦 如果你现在觉得寂寞 这就代表此刻你需要去找个同伴 仅此而已 你不需要去找个人结婚 作为一个有担当而觉醒的成年人 你可以打个电话约朋友碰面吃饭 这只是个小小的寂寞感受 它促使一个成年人做出适当的回应 不过若是这小小的寂寞感 触动了你内在寂寞与孤独的水库闸门 你还提时的感受就会排山倒海般 将你突然淹没 你不但不邀约朋友反而退缩了 在无意识的层面 你认为没有人爱你 没有人需要你 你觉得自己像个失败者 你感到羞愧 所以你就躲起来 希望没有人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受害者和愤怒的感受也是一样的 受伤害的感受 源自于你得不到想要的 或是得到你不想要的 生气的感受源自于相同的原因 照理说你应该用冷静和充满爱的方式 来要求你想要的 或明白表达什么是你不想要的 作为对这些情绪的回应 可是如果这些感受充斥着来自过去的伤害和愤怒 你就无法做出适当的回应 你不再是一个处在当下 有力量有担当的成年人 而是一个受伤的小孩 做出你孩提时代会做的回应 不是退缩就是生闷气 要不就是充满了责怪与怨恨 你必须清空这些压抑情绪的蓄水库 这样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中 深入临在 持续的安住于当下 如果你要觉醒 并能够永久安顿于临在中 你必须倒转压抑情绪的过程 你必须允许你内在压抑的所有情绪 进入意识中 并被负责任地表达出来 这么做并不困难 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只要你学会了完全临在的艺术 并且与你的感受建立正确的关系 接下来的几天 在每天早上起床前和晚上睡觉前 做以下的祈祷 至爱的宇宙 我所要的就是深入临在 爱 真理与合一 如果我的内在有任何压抑的情绪 成为阻碍我深入临在 爱 真理与合一的障碍 我恳请你精心策划我的生活 让这些情绪能被触动 使它们都能升起 进入我的意识觉之中 并被负责任地表达出来 完成治疗 整合与释放 当情绪升起时 重要的是你不要试图除掉这些感受 你要做的就是邀请它们升起 然后真实地把它们表达出来 这些感受常会和过去的故事 一起浮现出来 允许这些故事浮现 但不要相信它们 这就好比你一个人 同时扮演两个角色 一个是代表贪婪 悲伤 痛苦 生气 和充满怨言的你 而你完全真实地 把它们表达出来 另一个则是在感受升起时 完全处于当下的你 目睹整个事件 从你的内在显现出来 你知道它与当下时刻 是完全无关的 你知道那只是过去 为了完成任务 而再次呈现出来 如果还有什么要做的 就是微笑着看着整个过程 这不是心理治疗 你并没有试图去修补或消除什么 你只是在修正海提时代的 那个决定 压抑难以承受的感受 你只是在恢复这些感受 应有的存在权和表达权 但作为一个觉醒的存在 你会以负责的态度去做 以负责的方式表达怒气 最终会让你发笑 如果悲伤浮现 那就哭吧 很快它就会过去 被喜悦所取代 当下升起的感受 是你的朋友 他们是信使 告诉你如何适当地回应 此刻发生的所有事情 如果你觉得饿了 就去吃东西 渴了就去喝水 感到寂寞 就打电话给朋友 如果与朋友外出太多 让你感觉受不了时 离开 找个清静的地方 这一点都不复杂 你的感受是线索和信号 告诉你如何去回应 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 所以要去回应 Respon 而不是做出反射动作 React 这非常简单 只要保证来自过去的 压抑情绪的洪水 不会扭曲你当下的经验 就可以了 完全觉醒的第四个障碍 与他人纠缠不清 觉醒的意思是 从过去和未来中被释放出来 进入当下时刻 它也意味着 从与他人纠缠不清的关系中 脱离并回归自我 如果我和你纠缠不清 我只能认识自己是谁呢 如果你和我纠缠不清 你又只能知道自己是谁呢 如果要觉醒的话 我们必须把自己从与他人的纠缠中 解脱出来 我说与他人纠缠不清 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想要你爱我或接受我 那我就跟你纠上了 如果我想要你认可我或同意我 那我就跟你纠上了 如果我试图取悦你 赢得你的接纳 我就跟你纠上了 如果我害怕你的批判或反对 害怕被你拒绝 我就被你纠上了 如果我操纵你或控制你 为你负起责任 我就跟你纠上了 如果我批判你 责备你 或怨恨你等等 这些全证明 我和你纠缠在一起了 真相就是 我们无可救药的与他人纠缠不清 无妄地迷失在彼此中 如果某人喜欢你 认可你或接受你 你就会感觉很好 觉得受到鼓舞 甚至认为自己有价值 反之如果他们不喜欢你 不认可你 不接受你 你就崩溃了 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这样你就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弃了 与他人无可救药的纠缠不清 要把自己从与他人的纠缠中释放出来 你必须把自己迷失在他人之中的各种方式 全都带到意识觉知的层面 当你注意到 你在寻求他人的爱 接受或认同时 你就要去拥有 接受 坦白 你交出了自己的力量 这个事实 如果你试图取悦他人 以赢得接纳 你要不带任何批判的去拥有 接受 坦白这个事实 用好玩和负责的方式表达愤怒 是取回力量的解脱之道 要使自己脱离他人而自由 你必须拥护下面的宣言 我是为我自己在这里 不是为你 刚开始 这或许看起来是自私的 但这是解放自己的过程中 一个必要的步骤 你必须取回你的力量和权力 不受他人批判 意见 需求和期望的影响 能独立自主地存在的权力 如果你能充满喜悦 完全地拥护上述的宣言 它将会引领你深入真理 这项宣言 我是为我自己在这里 不是为你 会引导你去向下一个宣言 我只是单纯地在这里 这才是真正的解脱 如果我想从与你的纠缠中得到自由 我必须允许你完全的自由 这意味着 你有自由同意我或不同意我 喜欢我或不喜欢我 爱我或恨我 接受我或拒绝我 你就是你 你有自由选择如何与我来往互动的方式 事实上 不管你爱我或恨我 那是你对自己的宣言 不是对我的 如果你批判我 我允许你有这种自由 这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批判的能量来自你的内在 要与他共处的人是你 如果你批判 就表示你仍然感受到被批判 如果我想要自由 我就不能用我的期待 恐惧或欲求去侵犯你 我不可以用任何方式去控制或操纵你 更不能批判你 若要更进一步脱离我与他人的纠缠 我必须把我如何为你负起责任 或期待你为我负责的一切想法 全都带到意识的觉知中 我们许多人都迷失在抛弃责任中 当我去拥有 接纳和坦白所有与他人纠缠的 功能失调的模式后 他们就会逐渐的消融 结局将会是自由 不再彼此纠缠不清 我们可以进入更深层的爱与交融 很有反讽意味的说法是 我们彼此分开 是为了认识我们是合一的 觉醒之路的回顾 如果你想要觉醒 你必须每天多次选择活在当下 你必须遵从当下时刻为生命的实相 你必须知道此刻之外的一切都是幻象 是经由想法、记忆和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 你可以在幻象的世界里玩耍 但要小心不要迷失在那里 当你处于完全的临在时 你是一个觉醒的存在 至少是在你临在的那些片刻里 临在是瞬间且立即发生的 只要与在这里的一切同属于当下就行了 达成临在状态没有相应的练习 更没有过程 你不是已经临在于当下时刻 就是一定不在当下 不过想要身在每日生活和人际关系里 完全安住于临在中 你必须经历一个过程 如果你想永远地从头脑世界的禁锢中脱离 从小我的束缚和专制中脱离而得到自由 你必须掌握诀窍 成为小我与头脑的主人 也就是说 你必须把所有将你拉离临在的各种因素 全都带到意识觉知中 把意识觉知带到小我每个微信的动作中的自己 辨识出小我为了迷惑你 诱惑你 玩弄你 把你囚禁在头脑世界里而创造的所有伎俩 带着爱 接纳和慈悲 把意识觉知带到你的各个层面中 而这个你是在时间和分裂世界漫长的旅程中 逐渐演变而成的 释放压抑在你内在的情绪 允许它们进入意识中 并负责任地表达出来 脱离与他人的纠缠 超越对自己和他人的批判 没有任何东西应当留在你黑暗的无意识心智中 在觉醒的旅程上 你必须翻动每块石头 这才是真正的觉醒 你将完全处在当下时刻 并成为自己头脑与小我的主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